今天的新新聞 正夯要來看 2024總統大選郭台銘 為什麼有被邊緣化的危機 昨天在新北市廟口開牆 他直接喊出了 我出來選大家來相挺 甚至還砲打民調第一的賴清德 被解讀出現的焦慮 因為之前有兩次 他每次跟大家說 我有重大宣布 只問樓梯想 你遲遲不願意宣布參選 跟之前侯友宜 要選呢 只講這個跳針士的 吼吼做事 不僅讓大家很失望 現在傳出挺郭派的地方派系 可能轉向支持藍白河 把寄望放在了侯友宜 跟柯文哲身上 時間點就落在八月底 最後四個月 國民黨地方派系轉向的 包括了畫面上來看到 雲林張家的張榮衛 接下來在八月二十七號 禮拜天可能會出席 侯友宜的造勢 台中的嚴家 嚴清標也可能轉向支持侯友宜 相關的危機指向的郭台銘 可能真正漸漸的被邊緣化 郭台銘上週拋出邀柯喉喝咖啡 談合作 但一個禮拜過去了 三人還是沒見面 就連曾經麻吉麻吉一起看海的 柯文哲竟然說喝咖啡會心急 喝喝茶這樣講話有什麼關係 我發現我覺得喝咖啡會心急 所以喝果汁好了 大團結咖啡怎麼喝還是未知數 但現在柯文哲接連拋出 跟政黨領袖對話 似乎沒有郭台銘的角色 藍白鎮營眉來眼去 恐怕也是因為郭台銘一邊要喝咖啡 一邊又喊辯論 還說被當成敵人 我這個人不喝咖啡的 喝咖啡一個代名詞 藍白在野合作 會不會演到最後只剩柯喉沒有郭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 國民黨和民眾黨最晚十月底 一定要整合 因為十一月就要登記參選 而且要放下不當副手的想法 才是在野唯一勝利放成事 國民黨跟民眾黨來講 現在看起來他們也刻意地去避開 郭台銘的角色 我認為這個合作最晚在九月底之前 事實上就應該要初步的會談 藍白和邊緣郭 態勢似乎逐漸浮現 畢竟郭台銘民調淪為老四 柯喉郭三方陣營各懷鬼胎 算盤也打得金 好 現在再也要選總統東方被邊緣化 之前大家到金門 柯文哲缺席是不是為了搶回聲量 他語出驚人 竟然說金門可以跟中國變成了和平實驗區 因為跟中國距離很近 政治跟社會制度可以做實驗 被質疑那如果你把中共相關的政治進度 引進了金門來實驗看看 這根本就是中國之前所主張的一國兩制 現在馬上被打臉了 台灣人不是白老鼠 民主自由要怎麼做實驗呢 看看香港說好的五十年不變 一半的時間立刻變 沒有言論自由好多人 因為講錯話被抓進了監牢 簽下和平協議的西藏 讓他們被受迫害 因此現在來看看民眾黨相關的問題 也被指涉你過去去罵人家 藍綠都是黑金跟黑道 來看看白色跟黑色有多麼的勁 被爆料這是民眾黨的雲林縣黨部 好多名的幹部都有前科紀錄 被酸你在雲林辦你的造勢 根本就跟黑道集會一樣 那發言人現在解釋了 我們要支持所謂的更生人 以及團體要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 現在你過去的這份民眾黨的文件 就被打臉了 過去他們地方的幹部都要簽下 沒有所謂刑事記錄的竊節書 這根本志向矛盾 雲林台灣選擇之友會19號成立 當時站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身邊的這一位 就是民眾黨雲林縣黨部執行長王興堯 但他與其他幹部 卻遭時代力量立委邱險之爆料 有黑歷史 邱險之貼文點名民眾黨地方幹部與議員 綠營也質疑民眾黨過去還頻頻發布圖文 批評藍綠擁抱黑金黑道橫行 民眾黨發言人陳志涵曾對此做出回應 表示不論支持者是否為更生人政黨或團體 都應該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 但四叉貓也拿出一份文件 指出這是擔任民眾黨地方幹部 必須簽下的無形式記錄竊節書 才有前科的 民眾黨雲林縣黨部主委 則為兩位幹部暴區澄清 強調他們並無涉及不法是清白之聲 三地新聞廖宜德雲林報導 三地新聞 三地新聞 orbital